來到第三集 第三集這條影片有點特別 因為我會在這條影片中 去玩一個有獎投票遊戲 正式開始講本集節目合容之前 我先講講這個有獎投票遊戲的規則 因為如果閣下是我Patreon上的會員 都會見到我2023至2412星座開運秘笈 已經出得如火如荼 但是這些秘笈就是 因為既然放在Patreon 而Patreon是一個付費會員分道 所以當然只開放給Patreon 但是隨著以下這個有獎投票遊戲 勝出的星座 我就可以在Patreon把那個post 即是相關的12星座開運秘笈 是免費一段時間 那就是 即使一些不是會員的人 都可以去受益 那當然你會問一下 為什麼你不全部都免費呢 我想說 如果你心裡有這些問題 其實是一些非常自私的問題 還有很多人 總之我開了Patreon以來 我已經心灰意冷地見過很多很自私的評論 我告訴你為什麼不自私呢 如果我全部都免費的話 那給了錢做會員那些Patreon 是不是對他們很不公平呢 OK 所以這個世界上你不要只想別人 為什麼要對你的公平 你有沒有想過你的公平 會令到別人遭受到不公平對待 是的 很簡單 你自己買東西買貴了都會心笨心不抵 那如果我全部post都免費的話 你不用給錢又看到 別人給了錢又看到 那別人給了錢 是不是對他 即是他會很生氣 所以你要懂得去切身處地去推幾級人 OK 那個規則就是這樣的 我會在這條影片的留言區 那就打出12個星座出來 是的 那然後呢 如果你們想聽那個星座的12星座開運秘笈 那你就去 將我相關的留言 首先去like我相關的留言 第二 在我相關的留言之下 你去回應那個相關留言 你說想聽謝謝謝謝這樣 OK 明白嗎 我會打回12個星座 這些12個星座叫做相關留言 第一你去like那個相關留言 第二 under我那個相關留言 你去回覆我那個相關留言寫 想聽姐姐 就是這麼簡單 那最後得票最高 還有很公平 那這些東西透明度很高 那得票數最高的那一個星座 就會在我出第四條影片之後 就在某個不適當的限時之內 就會免費公開 在Patreon上面免費公開 那個贏了星座的12星座開運秘笈 OK 所以都很明顯 這個投票遊戲 截止的時間就是在我出第四條影片之前 OK 那你說 可不可以投兩個星座 當然可以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 例如 我當你 你上星是A星座 那你太陽是B星座 那很多人上星和太陽都不同 然後兩個都關你事 那你就兩個都投了 但是對不起 當然你就不能夠兩個都聽完 因為勝出的星座只有一個 但起碼你都能夠利益了一個 對不對 好啦 我們終於入到氣獄 不是說氣獄 入到這個正題 在這個火翼雙子的時期 發生了很多什麼事情 首先我已經很早就預言過 將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說 火翼 通常跟火 一些紅色東西 一些見紅的意外 就跟雙子 雙子就是交通運輸工具 OK 或者就算不是那個火翼本身 但是 我也出了個帖子 特別寫過 就算一些 路牌 路燈 或者不知道有什麼東西 去摘下來 去摘到馬路爛爛了 或者去摘到中間的行車 或者是塌橋 我通通說過這些事情 再說一次 它不一定要是那個火翼本身 但是總之跟交通 就算那條路 明白嗎 那個安全島 都無端端會爆炸 甚至那個安全島 那個燈都可能 無端端爆炸 紅色東西也爆炸 為什麼不斷爆炸 因為火翼 OK 總之 交通 交通就遭殃 所以建議大家 行船走馬的時候 去戴眼 OK 果然果然 就發生了很多這樣的狀況 這些新聞不只限本地 而是世界各地都有 還有很多時候都真是火光熊熊 首先有這單烈火戰車 廣州國際車展覽會的電動車 在就算沒有行駛之下 在展覽會不會在炸 都無端端在自焚 然後 即然還說很驚訝 哇 牛逼啊 這火光 好啦 然後還有 南航京基道 高速公路隧道 無端端發生嚴重火警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的 煙霧尼漫 很恐怖 隧道大火 至少六人死亡 就是這些交通的設施 所以就明明不一定工具 是設施 就發生這些火的意外 然後 英國就發生一個非常重大的事故 兩列火車追撞 十七人受傷 然後還有這一個 跟著就跟火無關 但都是一些非常駭人聽聞 以及非常常常的意外 我們很少聽過 還有就是那一陣子 火傷子的時候 OK 相信大家這個還記憶有新的 就是說港鐵有道車 無端端飛出去 是不是 然後 我相信自此 大家都以後 站 就是港鐵的話 就不會說站門 還有 就是 那時候 是不是有些科學家去教過 不是說科學家那些工程師 好像講過連那些 就是 兩卡之中連接的那個位置 就是會扭來扭去的那個位置 都好像說不好站 是不是好像這樣 但總之 經此一役 我相信大家以後 我站門都會非常小心 是不是 好了 那跟著還有 還有 大家看到這裡的圖片是多麼恐怖 跟著 還有 其實不單止一次的 跟著 因為 曾經有一次就是 那個什麼站 什麼線 是 銅鑼灣站 就是灣仔去質如沖的那條線 OK 而另外那次呢 是在 油麻地站 又有車門去脫落 而影響到荃灣 就是 紅色線 影響到 黎徑去到佐敦 OK 那就是 同時段的 無端端發生這兩件事 那就 非常之火力相似 那個感覺 是不是 好了 接著呢 就有一個 美國 F-35 戰機 垂直降落的時候 失事 當然 這個也是一個交通的工具 當然它不是說 Mars Transit 但其實它就是 載人去運行 是不是 還有呢 它是降落的時候 失事 不過算了 你飛機你不是飛 只是降落就是起飛 對不對 但是呢 其實我也是預言過 會有很多 下聚的意外 OK 所以我也是特別出個post 講多次 連交通 腦牌 除了說爆炸 都會無端端去塌 跌下來 對不對 所以這個 戰機降落的時候 失事 OK 接著還有這個 非常之有趣 這則新聞 美國有兩架二戰時期的戰機 在航空展的時候 可能在那裡飛做表現 接著呢 雙撞墜毀 那我不知道有沒有死傷 但是你知不知道這件事呢 是多麼符合火翼相似的 嘩嘩 嘩 那個圖 還有啊 它吃多了一個圖 就是說 因為 你們自己看這張照片 我都給了一些講解 好 那接著還有什麼事情呢 啊 又有 這個又是爆炸了 OK 又看到火光紅紅了 就是上海地鐵的11號線 無端端爆炸 對了 還在繁忙時段 希望沒有死傷 不過我也不知道有沒有死傷 OK 啊 接著又有 韓國首爾火車出軌 至少34人去受傷 然後還有一個 又是去到 印度了 印度 大家記得那時候看那條片嗎 如果沒有記錯 好像是說有些人在上面在那裡 在那裡 那些印度人不懂得死 在那裡 真的好像想嚇大家 誰知道嚇大家 連自己都嚇死了 還有自己都可能就是死了 OK 那因為那個橋下面是河 OK 那有些人可能倒河 有些人就直接撞到石頭去死了 對了 大家記不記得那條片 真的看著它塌 然後 之後就找到一些屍體啊 有些人在那裡哭 對了 還有塌橋 就是我們 日常生活 這麼多年的新聞報導 你幾可聽過塌橋 這個新聞就是發生在火翼箱子的時候 OK 那接著 好先進的日本 就無端端呢 就是一些傳書設備是發生故障 OK 就令到呢 地鐵的服務是受了 停了整三個半小時 令到很多人是回不了家 那些人 所以大家如果在望覆上 都會看到一些人在那裡排長龍 就是可能他們要搭11號 就是雙腳限了 OK 那也都在這個火翼箱子的期間 有一宗很深涼的事件 那這個就算是一個喜訊 那話說呢 俄羅斯的一個橋 還有這個橋是 即是有軍事策略用途 因為它是經常用來 去運載一些軍事物資 那就是橋 就是運輸的一個工具 OK 那就被炸爛爛後 而且那段影片很棒的 不知道上網有沒有找到 應該有的 怎會不會沒有 又不是敏感的 是不是 是有些貨車 總之有些車在走的時候 就在那一刻去炸了 所以希望邪惡的樂路 可以盡快去收費 好 然後有一宗很搞笑 是警車脫了車頂 車頂鬆脫後凌空飛機擊中的士 這件事其實不單止是交通意外 你想一下警車 警員 軍方 即是火星 火星出意外 然後去擊中紅的 紅的這個都好像有少少穿著腐 的士通常你不是紅就是藍就是綠 但偏偏就是警車 即是火星 代表軍人 他們那裏就有一種搞笑意外 影響到另一架紅的 接著又有什麼呢 就是江門一個興建中的行車 天橋倒塌 這個天橋本身就是一個交通工具 然後它壓中下面的交通 不是 就是它本身就是一個交通設施 然後它壓中下面的交通工具 OK 好了 接著還有什麼呢 還有這個 美國混載酒精的火車出軌 然後起火 OK 即大家都感覺到是幾火翼了 同期也都在北角炮台山道 有一個 記不記得說有個的士老 好像說他是不是很老了已經 對了 我忘記了是因為什麼事 或者可能去香港發作過 我不知道 總之就是斜路 這樣一路衝下去 還有說實話 如果我沒有記錯 在若干年前都發生過一件這樣的事情 總之也是北角炮台山附近的還是天候 大家有沒有印象 大家去回顧一下 所以其實那個都是一個交通黑點 OK 所以以後 即使我不論是不是火翼的時候 都要小心 OK 那個地方 對了 然後不僅僅 一不離二 二不離三 同時呢 在元朗 有個 Taxi 都是 撞到 進入一個什麼 凍獄專門店 OK 好 然後又另一個單 又是美國 之前說一個美國火車 雲在酒精 起火 OK 現在有另一個火車出軌 令到那些 綠月氣 不知什麼 總之一些發酵物 就再起火 然後這次這個更慘了 漫天的毒霧 是令到一些動物 這裡說離奇死亡 不離奇啦 很正常啦 毒霧當然會死亡 通通這些就是一些 火疫傷子時期 真的發生過的事件 除了在交通工具上面 上面有這些火光 見紅意外呢 如果我們將這個火去形象化 都可以比喻為 人的爆裂情緒 我們一些控制不到的脾氣 這些東西呢 我經常都說 紅性力量失調 是嗎 當在交通工具 設施上面 原來都時候發生 這裡有一個 美國的男人在 在客機上面去打人 OK 嗯 然後呢 就有這個台灣媽媽 就是有在關關外座的爭議 當然關外座的爭議 就無日無日了 但是呢 就是牽涉多數 都是內地的人 但是這個台灣 就是第一次 就是和台灣 就是 就是和台灣 香港人一般都挺喜歡台灣人 以至到某個民族 來到香港都會說自己是台灣人 而是自己去補回自己的民族 對不對 但是 就是 這裡 在火疫相似的時候 就發生了這個樣子的爭議 直接去到爭執了 OK 然後就有一個警車追逐戰 疑似快餐車逃避警方追捕 什麼叫快餐車 我不知道 就在屯門公路上面 就逆線狂飆 讓到三傷 對 警車 就是 警車就是 軍方 就是火星 還有這些 控制不了自己的爆裂情緒 做出一些那麼失智的行為 類人類己 OK 接著呢 又有個粉絲去報料 你們自己去看他說什麼 OK 我正在休息 我正在休息 你們自己用眼球去看 好了 好 下次我看完了 接著呢 就有 這個之前都提過的 就是赤柱間木外面 有一個 當街老女子上車為偶的事情 OK 還有我們之前都笑過 那些 因為再說一次 你不要一想就想到警察 OK 它也可以是 海關都可以的 明明啊 懲甲都可以的 總之是有這種 就是 就是 武裝 是的 武裝 這些制服部隊 這些類似 軍方 這些 這些 人員 他們就失去了 在這個情況下 這些拯救的人 就失去了自己的 洪峰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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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 所以我們就笑到他們的面 但是同時這個 嘔打事件 是吧 當街 撞人事件 那 都是 他撞人上車 不是說撞人上樓 不是說 拉人進廁所 是吧 又是 認了那個雙子座的 theme 然後呢 又有一些 群看搶折的士 發生了一個MMA OK 好 是吧 和交通工具有關 OK 伊朗警察之前都說過了 這種 瘋的火星的力量 軍方是闖入 女性車廂 然後 打人 OK 又是火力相似的 所以其實有這些事情不用我再講解了 我相信 我相信 我相信你們不斷在聽 然後我一展示圖 你立即可以交換得到 OK 這裡你自己看看 OK 又是 元朗法拉里 火力相似 OK 跟著 這次不單是上車 船也上了 又是發生在 什麼時候 2022年10月5號 OK 竟然河昌實彈 帶這些軍火 做什麼 上到長洲盜輪手部 搞笑 哇 乘客一度舉雙手 怎麼搞到 好 跟著這裡 唉 自己看看 那 就 是吧 其實 這裡 下面講的四宗 就是我們之前講的斬銀暴力 但是 上面的圖就是講 交通工具有關 然後 巴士 MMA 然後 這個就是瘋 在廣州 天河路 一個叫做 正街廣場 OK 就有一個 男人發瘋 控制不到自己那個 爆裂的情緒 那 見人就衝過去 就是有一個 報復社會的行為 OK 好了 講完這些 好像很多臨臨嬸嬸零星的個案 但是我想講 一系列的東西 就是在火疫相似 那一陣子 在香港發生得很頻密的 而 當然這些事情 不是說 我平時沒有 但是 無端端變得很頻密 平時新聞我們很少聽的 是什麼呢 是縱火燒車 OK 大家記得嗎 我這裡 即是逐幅在這裡講 OK 後來 全攜航村 停車場 有男人 遇伏 捳斬 OK 然後那個兇徒的車 也就是刀手 心急 撞掉車門 然後跑去城門 水塘 燒車 位政 這個是其中一個個案 跟著 三刀手 尖嘴 斬傷兩藍燈徒 逃去 半小時後 大埔公路私家车租中火 又是烧车 不止的 接着无端端 有一个天性院私家车被中火 什么叫黑衣狂套烧迷 他自己都被烧迷一份 自己烧迷自己 那么搞笑的 又有烧车 接着这一堆的照片记不记得 在天桥底的一堆电单车 发生什么事 葵冲露天亭柏柱租中火 全爆炸巨响 葵冲葵榮路 45电单车和两个单车 烧剩支架断乘废 那段时间很多这些 你问自己在香港 你几可听过这么多烧车案 真的没有 真的平心议论 烧车 也不是什么大厦 加利大厦那些意外 无端端 特别是租人去 刻意去消息 去报复一些这样的行为 或者我们说去消灭罪证 但是这些会严重到 上了新闻的 就是火力相指 我们经常都会见到的事情 再见了